Rayband的眼睛 如果你是第一次點開我的視頻呢 你可能不了解狀況 這個視頻因為太長了 所以我分了上下兩個部分 然後上半部分我放在這裡 建議你先看完上半部分的內容之後呢 再來觀看下半部分 我們現在繼續 說到驗光呢 Rayband的驗光真的是我覺得非常良心的 我配了這麼多副眼鏡 驗了那麼多次光米來我覺得Rayband的驗光真的是在我心裡是No.1 為什麼這麼說呢 你如果去傳統的眼鏡店驗光 或者你去眼科醫院驗光的話 其實他們不會非常的走心 去給你花五到十分鐘的時間 放鬆你的眼部集中 他們就是很快的給你做一個視力表的檢測 然後就讓你上機器 然後驗光師會不斷的來回調整你的度數 然後再給你去配那個濕晶片 就完事了 Rayband的驗光我就足足驗了差不多 四十分鐘的時間 真的非常詳細 他們有非常多的項目去向一向檢測你的視力 不斷的去調整 然後驗光師的也非常的貼心 他還會幫你檢測出你的主力眼 是左眼還是右眼 然後他會有非常多不同的圖形去讓你去看 你心裡甚至會覺得 看完沒有啊為什麼有那麼多東西 我原來驗光是從來沒有看過 驗到最後當然是PR嘛 所以我也沒有拿驗光錶回來 但是我有拍照還是蠻詳細的 不屬於眼科醫院的驗光 因為眼科醫院的驗光說實話小時候我也去過 我是那時候是去中山醫科大學的附屬眼科醫院 那時候驗光知道嗎 竟然還要滴那種散瞳的眼藥水 我不是說眼科醫院驗的不好 只是就感覺他沒有把你當顧客一樣對待 你比較像一個病患 被醫生直來直去的討著跑那的 但是我當時在散瞳 你知道散瞳怎麼樣嗎 就是跌了眼藥水等個20分鐘左右 你的瞳孔會擴散 當你瞳孔擴散呢 你就沒有辦法聚焦 沒有辦法收縮調整眼球的進光量 然後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醫院是不是在裝修我 竟然還要從二樓通過戶外再走到一樓大堂 我散了瞳欸拜託 我什麼都就好像相機鏡頭濕了膠一樣 我扶著樓梯像個殘疾人一樣 我走了大概10分鐘才下了那層樓 然後我覺得那次驗光的體驗真的非常的不愉快 不過那時候還小不懂那麼多 長大了才知道 然後說了這麼多呢 其實還是希望你們驗光 盡量選擇一個專業有口碑的機構去驗光 哪怕你不在那裡配進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支付一筆驗光的費用 眼科醫院驗光大概也就是不到一百塊吧 就這水平上下 然後如果是比較專業的眼睛店 你要看什麼品牌了 這個我也不是很確定 每個品牌的定位都不是很一樣 所以要提一句驗光呢 根據眼科醫生的建議 驗光最好是每兩到三年要重新驗一次 因為我們成年人來說 就是大概在40或者50歲 根據每個人身體狀況不同的情況 40到50歲之前 每兩到三年驗一次光 是比較合理的節奏 因為我們人體的眼球在你的發育過程中 還是會不停的去有變化 有形狀上的變化 所以你的眼球的近視度數都有可能會變化 那當你完全成年之後 你的生長懷孕基本上就停止了 那你的眼球形狀和大小也基本上不停留住 不會太大的變化 這樣的時候你的近視度數呢 應該也就不會有太大的急 但是你的閃光度數會一直有變化 跟你長時間的用眼習慣是有關係的 就比方說我之前提到過的 瞇眼看東西的這個不好的用眼習慣 瞇眼會導致你的眼睛上下肌肉去夾緊你的眼球 久而久之你的經狀體會因為上下受力 可以變成橢圓 這樣你閃光的度數和角度都會發生變化 所以每兩到三年要重新驗一次光 如果你發現閃光度數在短時間內突然間 劇增的話 像一百兩百度這樣子往上增加 你一定要去眼科醫院看一看 是不是你的角膜有一次圓椎角膜症的症狀出現 這個還是比較嚴重的情況 然後閃光度數的話 75度以上就已經算是高度閃光了 這時候是一定要去佩戴晶片的 很希望大家平時盡量注意自己的用眼習慣 不要側躺玩手機 不要瞇眼看東西 不要有這種不良的用眼行為 再過來就是眼鏡片的選擇 鏡片的折射率呢 其實在我們國內還是比較奇葩的 我們國內大家常見的折射率是 就是1.56開始 然後就是1.61 1.67 1.74這樣子上去 但如果你在國外有接觸過多多少少的一點 配鏡的消息 或者說是你有去看一下蔡司豪雅這類 國際大品牌的鏡片的規格 你可以看到他們會有1.50 1.60 1.70的晶片 為什麼國內和國外有這麼不同的選項呢 其實這跟國內的市場有很大的關係 說到晶片的折射率 你還要關注到的一個就是 視覺還原度 也叫做R倍數 還原度非常低的 1.67和1.74的還原度非常低 那這樣的話 晶片的周圍會產生極變和色散 不管你配的是球面鏡也好 是非球面鏡也好 如果你有能力 然後你的度數並沒有高於300或400度的話呢 其實我還建議你選1.50的球面鏡 或者非球面鏡都可以 因為這個折射率不高 然後它的R倍數非常高 它的R倍數達到58 在市場上 你能買到1.50或者1.60 折射率的晶片呢 都是M28材質 日本三井發工製作的 現在基本上也是全世界用的最廣泛的一個晶片材質 如果你的眼鏡度數高於400度的話呢 你再會考慮去配1.67或者1.71以上折射率的非球面鏡 一個是比較輕薄 然後再有一個一定會損失一些視覺還原度的 如果你配的是比較好的晶片呢 像M28材質的話 它的R倍數也能還原到40以上 其實如果你的眼睛不是很敏感的話 40跟58的R倍數其實你也看不出來特別大的區別 奉勸大家在配鏡這方面的預算盡量去購你能購到的天花板 因為眼睛健康的損傷是不可逆的 我在這裡也不是說要動了眼鏡行業的一些小蛋糕 這個行業的水深可能大家也或多或少都有耳聞了 就是說你該怎麼樣去選擇一副最適合你自己 然後對你自己眼睛和視力健康最有保障的一個選擇 就是需要去了解和學習 說到這麼多晶片的知識呢 我們還是說一說競架 為什麼眼鏡的板材會有這麼多種類 其實說到現在用的最多的是醋酸纖維的板材 我手裡拿的基本上都是醋酸纖維的板材 然後我們聽到很多日本手作品牌使用的材質 可能有一些是賽洛洛 然後那些材質原來被稱為酵酸纖維 賽洛洛這種材質在美國和歐洲已經是禁止使用的 因為它在製作過程中非常易燃 只能靠手工慢慢打磨 不能用機械槳 所以它是被免令禁止的 但是在日本有很多知人 尤其是福井縣 做眼鏡非常悠久和發達的一個地區 他們會有很多使用賽洛洛的款式 甚至還有使用純木的款式 都是基本上手工打磨 所以不會有起火這種比較危險的情況存在 說到賽洛洛呢 其實我還是想跟大家說 不要盲目的比新賽洛洛非常好 非常漂亮之類的 它只是比起素酸纖維的板材來說 更適合用手工製作的方式來加工 僅此而已 因為手工製作就是小皮量 就是奢侈區別 它只是比較早期的 能工合成的一個塑料製品而已 不要把它過度神話 沒有那麼誇張 你要是真的喜歡 你覺得賽洛洛的通透性很漂亮 你覺得它色澤很好 你覺得賽洛洛這一款眼鏡的形狀和款式 如果你非常喜歡的話 那你就買 不然的話 要是同樣差不多的款式 有素酸纖維的板材的 也有賽洛洛的 其實差別沒有很大 素酸纖維更適合機械加工 也就是說它可以更好的被 機械大批量的製造 它的成本會下降 那反之賽洛洛就是更適合 小規模的手工做法去精雕細琢 也就是說它價格會貴一些 除此之外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差別了 所以不要盲目的比新賽洛洛這個材質 它沒有那麼深 它就是一個塑料而已 那麼好的眼鏡板材呢 其實都是需要兩到三年的舒長的時間 並不是說板材工廠做好 馬上就可以拿到眼鏡的手工做法去加工 板材往往通過報曬 然後回工廠 中心碾壓浸泡之後 再拿到太陽底下報曬 這樣反覆兩個月三個月的時間 甚至一年兩年 然後說一下墨鏡的問題 我個人的幾副墨鏡呢 最早的瑞便這一副就是什麼都沒有 原裝的瑞便鏡片 墨綠色的那種 因為我近視嘛 當時我並不知道瑞便後來會出 可以配度數的墨鏡片 甚至是光學鏡 所以這副眼鏡也就是這樣而已 我現在也很少佩戴 然後我就配了一副偏光的 就是我眼鏡什麼 現在戴了這一副 但是這一副就是剛說過了 它的前後重量配比不是特別的平衡 所以經常會往下滑落 然後大太陽的時候佩戴非常不舒服 我現在比較少的 然後我戴的最多的方案呢 就還是一個普通的佩戴俗式的光學鏡片 像是Dita的這兩副 然後加上一個偏光的夾片 就是這樣的一副夾片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也是在網上收到尺寸合適我的 絕大部分其他的光學鏡狂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 也就幾十塊錢 就是平常放在車裡或者包包 我是需要的時候才戴上 然後裝取也比較順利 比較方便快捷 不會說太麻煩 還有一個就是 如果你有比較便宜的價格 買到的太陽鏡 你打算拿來在車裡用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把它放在擋風箱裡 下面就是你的車前面的位置 因為你知道車停久了 溫度會很高 然後如果你的板材質量 不是非常優秀的話 它的性質不夠穩定 然後就很容易會變形 它會吸出一些對人體不是特別好的物質 像我之前也有提到過 我前面也有說到就是 大多數我們現在買的板材眼鏡都是醋酸纖維的 如果它的品質不過關 就會在使用的過程中 會繼續吸出醋酸的這種物質 尤其是你在車內爆曬之後 它會加速這種反應 如果你有板材的太陽鏡 你盡量放在車內裡面一點的位置 不要放在玻璃下面 或者說乾脆就不要放在車內 其實我最理想的狀態呢 還是那種可以掀起來的夾 你們可能知道 但是那個夾片大多數的那一款式 都是需要去定做的 因為那個夾片的結構比較複雜 它會根據你光學鏡框的款式和結構去做調整 所以那種夾片通常都要定 然後我現在也沒有去想好 到底要選什麼顏色或者是款式 所以還沒有去定做 不過未來如果我定做好的話 我會再來跟你們分享 概括一下選眼鏡的基本幾個方法 首先是看臉型 然後看你的膚色 然後再看你的皮膚的色溫 你也算膚色 首先說臉型好 臉型大概分幾個種類 心形、眼形、方形 還有暗形之類的 但是這裡有一個簡單的訣竅 就是直接去看臉型的線條 如果你的臉的線條是比較圓潤 比較多曲線的話 你就選一個方形 直線條一點的進化 做一個復活 反之一然 如果你的臉比較有多的直線線條 比較硬朗的話 你就選一個稍微圓潤一點的進化 可以比較好的協調和平衡 如果你的臉是比較居重的淡形 那你就很好運 基本上可以駕馭各種不同官式的眼睛 那說到膚色 我覺得我的觀眾應該不會有非常深膚色的朋友 說病也有 深膚色的人就比較適合 類似於像淺色戴帽的金狂 淺色膚色的人就比較適合深戴帽色 或者是深色金狂 類似這種顏色 然後如果你的膚色質感是比較偏冷的那種 比較冷皮的話 可以嘗試帶色金狂 反過來說 如果你的膚色比較偏暖 是那種抹皮的話 可以嘗試金色的金狂 或者是古膚色應該也可以 就是大概幾個簡單的要點 會比較好記 我也說一定要匹配某一個臉型或者是某一個金狂的款式 沒有那麼硬性的規定 就選自己喜歡的就好 所以我還挺幸運 比較適合大多數眼鏡 像我有這種很圓的 我也有這種很方的 我也有這種 我也有這種 不知道它算方還是算圓的 這種奇怪多邊性 當然這個是品牌PR我的 我自己選 可能不一定會選這種款式的眼鏡狂 不過說了這麼多呢 主要就是 除了你挑選你薪水的設計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尺寸 尺寸一定一定非常重要 我要再三個你們強調尺寸非常重要 一定要選擇合適你的臉型的尺寸 不然的話 你就會像我原來一樣 會養成不好的工作知識 然後你會需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矯正回來 如果你或者你身邊的人 現在有正在打算更換眼鏡的話 也請你把這一段視頻跟他們分享一下 我把我走過的彎路分享給你們 希望你們不要重複走我走過的錯誤 那我個人選擇眼鏡狂的順序 基本上就是 第一是尺寸 然後第二呢 我會看它的設計 就是款式適不適合我 第三我會看它的材質和工藝 第四我會看它的重量 我好像忘記說價格 你們不要以為我買東西不看價格 我其實是個很實在的人 我買東西 尤其是像眼鏡這種東西的話呢 因為說真的 如果你買到一定的品牌和款式的設計的話呢 價格都不會說特別的便宜 但是你想想 就像拿我個人來說 我戴眼鏡基本上都是 除了睡覺和洗澡之外 所有的時間它都在我的臉上呆著 所以你平均算下來 配戴的時長的話呢 你買一副價格稍微高一點的眼鏡 平摊下來每一天的費用也不是很高 所以它陪伴你的時間那麼長呢 它會逐漸成為你身體的一部分 我個人來看的話 我會願意花比較高的預算去配一副 預算天花板 這是我個人的觀念 當然你們有很喜歡的 平價的款式和牌子也不錯 那我在這裡也推薦幾個比較不錯的 我覺得很好的牌子給你們 一個就是 TBR 也叫做 True Vintage Review 他們做的款式都是比較復古的 像美國五十或者六十年代左右的那種 全版材的復古金礦 這個也是我最早開始關注日本手造眼鏡的品牌 然後雖然它是美國的品牌 但是它所有的代工基本上都是日本一位叫三天光合的將人代工 那它其實做了大概四五十年的眼鏡 現在也終於有機會突出自己的品牌了 就是它的通名品牌叫三天光合 如果你們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質量還有造型都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並且所有日本手工眼鏡價格呢 其實在我看來在市場上來說 還算比較透明 比起一些傳統的老派的時尚品牌 做出來的配件類的眼鏡來說 它們的水更深一點 我個人覺得 它們款式我是蠻喜歡的 但是尺寸的話 我建議你如果能去到實體店 嘗試佩戴一下的話當然是更好了 如果不能的話 我建議你們還是不要輕易的購買 或者是你們去找一找尺寸 參數類似的款式 佩戴一下效果 然後你們自己再自行腦補一下 覺得是不是很適合自己的臉型 再決定適合要購買 這是我比較推薦你去購買一個 不是那麼容易買到的眼鏡款式的一個途徑吧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低塔 這個品牌的預算 對於大部分來說還是偏高的 在這裡我推薦只是品牌 並沒有推薦他們每一個品牌具體的款式了 因為喜好看個人吧 手工眼鏡品牌 像HFusion 然後Oliver People 還有Oden Eyewear 然後還有像 Stan Serum Mask Yellow Plus 金子眼鏡 大家可能聽得比較多 這些眼鏡的品質和設計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還有一些全萬年歸 Masunaga Intern Pierre 之類的中的品牌 我覺得也不錯 但是入手的難度會稍微高一些 所以我在這裡也推薦幾個 我覺得比較信得過的店鋪給你們吧 這期視頻我沒有收任何人的任何贊助 我只是單純的分享給你們 第一個就是 The Warehouse Optical 也就是倉庫眼鏡 然後他們店鋪之前去銅鑼灣的時候 在Nike Lab對面的二樓有一間 然後就是上目眼鏡 在深圳你們可以找到 然後還有一家叫上野眼鏡 然後在佛山還有一家Gray 這幾個店鋪都是我比較熟悉 然後我也經常去刷他們的頁面 他們都有蠻多不錯的款式 並且他們店鋪可能定時的去做一些活動和優惠 如果你近期打算換眼鏡的話呢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去看一看 說不定你有一個完全不一樣性的嘗試 眼鏡說了這麼多呢 我還想給大家推薦一些眼鏡周邊的配飾 比方說我現在配戴這種皮掛式 其實是我自己做的 然後這個是原來我在沒有帶 在假片眼鏡的時候 如果我需要在室內和室外 頻繁的切換我的太陽鏡 和光學鏡的情況下 我會配戴一個這個掛式 也就是說是當我在室外 想要進室內的時候呢 我可以快速的把我的光學晶片換上 然後把我的墨鏡掛在這個掛式上 這個掛式除了掛眼鏡也可以掛鑰匙 然後是我比較喜歡的一個周邊單品 再來一個就是托盤 托盤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我覺得也是滿有必要的 它可以非常好的收納和整理你的桌面 如果有些東西你使用的頻率又比較高 你又把它收進抽屜也不是很方便 那放在桌面就是有一個區域 來專門收納一些比較碎小的東西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是一個收納和整理的小tips吧 那還有一個就是眼鏡清洗的一個儀器 現在可能很多人都買了一個就是 像小盒子一樣 它是充電或者插電 加一些清水進去 它可以用超聲波去清洗你的眼鏡 眼鏡上的無垢啊 一些死角未知的玩技 都會被超聲波給震盪掉 我覺得也是主力使用眼鏡的人群 還滿需要在家裡配一個的 大概價格可能也就是兩三百三四百一個 不是特別的昂貴 如果你像我一樣是基本上全天厚都有在佩戴眼鏡的情況 我覺得還是推薦你入手一款這種超聲波的清洗衣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眼鏡布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會用你們的衣服來擦眼鏡對不對 有的話彈幕扣一下E 其實這個對於你的鏡片來說並不是特別的友好 尤其當你配的鏡片不是特別高品質的鏡片 它的鍍膜沒有那麼的耐刮 你也並不知道你的衣服是不是真的非常乾淨和柔軟 如果它有一些細小的玩具你看不見 在你擦眼鏡的時候刮傷了鍍膜呢 那對你以後的佩戴你就會覺得非常的辛苦 因為當你的鍍膜刮花了 你的這個鏡片基本上也就是花了 然後你以後看東西就會總感覺你怎麼擦也擦不掉 而你越擦它你的鍍膜刮得就越厲害 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惡性循環 所以我還是比較推薦大家 如果你有外出的話呢 還是在錢包啊或者是你的背包裡面放一張到兩張的眼鏡布 現在和未來也會比較流行的款式呢 還是這種中筋的款式 我覺得它們的結構 如果你買的品牌是比較有口碑 比較令人放心的大品牌呢 它們的結構通常都會是比較穩固的 你也不用擔心你的中筋會越使用越鬆散 並不需要有這樣的擔心啊 再過來希望你們在選眼鏡的時候呢 一定一定要注意眼鏡的尺寸和你的頭型 你的臉型的尺寸是不是能夠匹配到一起 對了會有人問你們 要不要去做激光手術去消除我的近視眼呢 其實我的建議包括我也有問過一些醫生的建議 如果你的度數沒有特別高 你不戴眼鏡基本上就是沒有辦法生活自理的情況 才會去做激光手術 就是如果你沒有嚴重到這個情況的話 還是不推薦你去做激光手術消除近視的 因為激光手術其實就是會消過你的眼角膜 那其實對於你眼睛也有一個比較不可逆的損傷變化 並且很多人做了激光手術之後呢 都會有一個疏後肝炎症 你可以看到很多做眼科的醫生 他們自己本身也是戴著眼鏡 他們也並沒有去做一個激光的近視矯正手術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想提醒一下大家 大家說近視激光手術呢其實還是有風險 你想做這個手術的決定 我覺得你還是要去找一個專業的醫生去商量過 看看是不是非常需要用醫療手術的手段 來消除你的這種視力的問題 這個是你需要考量 OK 那麼總的來說呢 我還是希望大家在選擇眼鏡的時候 有一個正確的觀念和一個比較重要的鮮活順序 就是我覺得眼鏡不只是一個視力矯正的工具 更多的它成為了一個潮流時尚的配飾和符號 那在這種時代呢 我也推薦大家多去嘗試不同類型和款式的近況 讓你自己的形象有一個比較多元的變化 但同時呢你也要把手做你自己的風格 像我們亞洲人呢 我還是比較推薦你們去買日本的品牌 因為如果你買歐美品牌的 他們原先的設計就是針對外國人那種比較高 比較深的輪廓 他們的眼窩比較深 他們的山根比較高 然後他們的眉眼間距比較近 所以這些位置跟我們亞洲人的臉型輪廓呢 是不同的 那你戴上他們的眼鏡之後呢 就會不舒服 因為他們的鼻拖比較短 有些眼鏡甚至是沒有鼻拖的 只有中間的那個橋架在你的鼻梁上 所以你是沒有辦法正常去佩戴的 這我也不能保證說 每一個你挑選 你覺得尺寸合適的近況就真的合適 因為你在佩戴的情況下 你比如說你的頭髮比較滑呀 或者你出了汗 或者出了一點油 或者你的臉型會有點左右不對稱 這個很正常 你會需要一些其他的 像是這種防滑膠圈 或者是耳掛子 或者是一些防滑腿套之類的 一些輔助用品去幫助你 把這個眼鏡更穩的 架在你的鼻梁和耳朵上 這個是很正常的 在你選擇了一款非常喜歡的近況 但是它的尺寸並不是十分的 合適你的頭型或者臉型的情況下呢 我還是比較推薦你們去使用這些小配件 來調整它的位置 以達到你佩戴的最佳舒適度 希望我不會顯得太囉嗦吧 因為要分享的東西真的是蠻多的 然後我可能講的有一點亂 還希望你們能接收到我想傳達的一些訊息吧 那如果你們喜歡類似這種內容的分享呢 請你們評論去留言 或者是彈幕告訴我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想看到的內容的分享 也歡迎你們評論和留言告訴我 那我會在未來如果有時間的情況下 會努力的去嘗試分享一些更多的內容 說一些題外話 我也知道你們都在等我拍 不副工業背包的分享 那其實我也在等他們這一drop的產品全部出完了 並且我都拿到之後呢 我會再做一個匯總給你們分享 希望你們持續關注我的頻道 OK 那以上內容呢 就是我這期要跟你們做的分享了 希望對你們有幫助 那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還不錯的話 麻煩你分享給你身邊的人 如果你還沒有關注我的話 希望你點一下訂閱 並且給我點讚評論轉發投幣一條龍好嗎 你們的支持就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我們下期再見